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简单的看了一下说明书 拿到之前我本来以为这个老的相机是不能用的 其实它还不是那么惨啊 不是那么惨 因为这台灯呢 它加入一个全新的这个叫什么AI什么什么智能模式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动跳闪的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根据环境去自动测光给大家进行一个跳闪 它说明说有这么一点要找到了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当与截止至2014年上半年发售的这个EOS相机使用配合使用闪光能时 就是无法进行AI.b全自动拍摄 可以进行AI.b半自动拍摄或者手动反射拍摄 那么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在说这些功能按键和菜单的时候 我们先来说它最主要的一个新增的功能 就是这个地方这个AI.b 这个智能的闪光模式 它分为三个档位 零度呢 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这个普通闪光能的一个档位啊 就是它灯头朝前 然后呢 我们需要这个手动的去给它调整它的角度 然后进行拍摄 然后中间档位呢 叫AI.b-s 这个是一个半自动档位 然后F呢 就是一个全自动的智能档位 测光啊 然后环境测量啊 都是由它来自动完成 那么我们如果是2014年以前的相机 例如我手上之前的这个5D3什么的 我们是可以用到S这个档位的 然后如果你不到F档位 其实也可以用 它其实跟半自动是一样的 就没有全自动功能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这里呢 有一台佳能的这个5DS 这就是之后的机器了吧 14年之后出的嘛 那么我们再把它插到相机上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全自动档位啊 既然是全自动 所以说我们很简单 只是要打开开关 然后调整一下设置就应该能使用才叫全自动 对吧 那么我们相机现在是关闭状态 我们把相机打开 好 相机打开了 然后闪光灯这样也被激活 因为闪光灯刚才是开机状态啊 激活之后 我们只需要把它拨到这个AI.b-f的档位 然后这里显示 屏幕上会显示这个 我让它亮起来啊 AI.b-f 当你拨到这个档位之后 大家注意 这边是试闪按键 然后这边这个AI.b下面也有一个白色灯头 我们只需要按一下这个灯头 它就可以开始对你的环境进行一个测试 它会进行两次闪光 然后测试一下当间环境 并把灯头抬起来 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我们全自动的拍摄模式 那么无论你相机上使用的是A档 P档 M档 还是等等等等这种档位 那么这时候这个闪光灯 你就不需要去管它了 因为它是在一个ET条模式状态下的一个 自动调节灯头的一个状态模式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当我们竖拍的时候 然后我只需要双击我的快门 双击快门不是连按两下 而是这个半按两下 一二 然后它就会根据刚才我的测试去把这灯头 给你变化一个角度 然后你看我们比如说把相机转移45度也是一样的 两次 它也会给你转到这么一个角度 然后放屏 连上 好 回到一个状态 好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档位拨回到这个0 也就是我们这个普通档位 大家看 它就回到了一个标准的闪光灯模式 也就是灯头朝前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会 闪光灯会根据我们这个镜头的焦段的变化 产生这个焦距的一个联动 这时候咱们常说这个闪光灯联动 这就没什么好说 所有圆长灯和副长灯都有这个功能 好 那半自动档位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说我们这是一台5G3 那它我们这样吧 我们就直接换成一台5G3来说 比如说的都是假的 我们换过来才是真的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电池拿过来 好 拿过来 应该有电池 我忘了 有电池 好 我们一样呢 把这个装在5G3上 然后打开相机 然后再打开闪光灯 我们先试试啊 它全自动档位在5G3上会不会正常工作 因为咱们看到刚才那个它的一个功能状态 我们先把这个档位拨到这个F 全自动档位 然后呢跟刚才一样 我们按一下这AI.B 大家看 它上面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小标志 它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小标志 就是这台相机不支持这个全自动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把它拨到中间档 用它这个半自动的功能 半自动功能怎么用呢 我们还是这个AI.B在半自动下 你按它是没用的 半自动怎么玩呢 是这样 比如说我正常现在是在一个拍摄模式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我想让它跳闪 那我先人为的把它拨到一个我需要的角度 拨到这个角度之后 大家看AI.B这个灯开始亮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按一下灯 侧面这有一个叫Angle Set 就是一个角度设定这么一个按键 就是原来他们传统灯上一个锁定灯头角度 那么一个按键 我们只需要单击它 大家看这个灯会变为长亮 变为长亮之后 它就保证了我们这个灯头会朝 始终朝这个角度进行拍摄 那么比如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相机转成这样 我们进行一个竖拍啊 我们还是双击快门 两次半按 不是双击啊 两次半按快门 一一二 好 它就会转到我刚才设定的那个角度啊 比如说我们转个45度 它也会调整成一个水平朝上的一个位置 对吧 我们再回来 甚至到这边 一样呢 再躺一点 好 那么再低点呢 再低点它做不到了 好 那么说完了这个全自动挡位和半自动挡位怎么用之后 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只灯的菜单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灯关一下啊 我们放到这个 灵的这个手动挡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灯的菜单啊 跟我们传统闪光灯也没什么多大区别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90度 首先我们看在这个界面上可以看到很多信息 比如说左上角的一个拍摄模式 是ET条 然后呢 咱们从上往下 应该不拍一拍说 这里有一个A 也就是说当前这个变焦模式是一个自动的模式 24号米 也就是它跟着我们相机镜头上的变焦 会进行一个跟随改变 然后这里呢 显示着一个出光的一个方式 就是一个扩散出光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排 这是一个当前这个灯刺是参与曝光的 然后这里呢 是一个这个曝光补偿的一个进度条 左边是减三档 右边是加三档啊 然后下面呢 这是我们灯头角度啊 靠左边这个数字是阳辅的一个度数 大家看 阳35度 30度 对吧 这是阳辅度数 好像应该没有辅啊 就最大到0度 然后右边这个是左右摆动 大家看 它是一个左右摆动的度数 好 当我们调整这个度数的时候 这个灯头变焦是不显示的啊 看 只有在朝前的时候 它是在24号米 当我们在做角度变换的时候 它的这个灯头变焦 好像是要保证一个 我看一下啊 啊 我明白了 大家看啊 我们从24度的时候 我们只要一动 可以听到一个声音 它灯头变焦是有改变的 也就是说我们 改变灯头角度的时候 它这个灯管会往后退一点 大概我观察啊 可能是退到了一个35毫米的大概一个焦段 但是因为这里没显示嘛 因为它这个全自动智能嘛 可能会根据我们环境测光模式不同 然后测量的距离不同 它会自动去改变这个灯头的一个焦距 所以在这里就没有显示 我们来一个一个说说按键啊 首先这个AIB的按键 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是在全自动模式下插在闪光灯基顶 去激活我们这个全自动模式的一个状态 让它对这个环境进行一个整体一个测量 就开始我们这个全自动工作 大家看 我没有插在相机上的时候 按这个按键 它会出现一个小动画 就让我们把它插在相机上 然后再去按这个 还是不错的 挺好玩的 然后这个SubMenu 这个是菜单嘛 我们先把菜单放在最后说 我们来说是这个转轮上这些功能 这个返回按键就没什么好说了吧 这个进入菜单之后 然后一个返回按键 转轮上大家看 它分四个方向和中间一个set按键 那首先四个方向 咱们从上吧 上下左右这么说 上是zoom 全自动模式下调不了 我们放到一个手动模式 zoom 是调整我们灯头的一个变焦的 现在是一个自动模式 我们可以手动把它改到35 对吧 如果到35之后 我们试试再转这个 诶 它就不响了 这是证明了我刚才说的 当你转角度的时候 它其实是缩到了一个35毫米的一个焦段 它就不响了 好 我们还是把它先恢复到自动挡 自动挡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下 MODE 这是一个模式 现在是ET条 然后一个M挡 那么这个灯现在只有这个 这个灯现在只有ET条和M 两个模式 好 我们改成M挡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这个曝光目补偿 就变成了一个小的进度条 那么这个进度条怎么去调呢 就是我们这方向键的右 按方向键右之后 它是1分之1 我们可以通过转轮 也可以直接按这个方向键 进行一个调整 可以选择这个 一直到128分之1 一个最低功率 最低功率 好 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返回一下 回到我们这个正当拍摄菜单 当然如果你插在相机的时候 插在相机机顶上的时候 如果你选择M挡 你调整完功率之后 你不需要返回 你只需要半按快门进行你的拍摄 它就可以自动返回 这是应该的 好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TTL模式 再给它回到TTL模式 选择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调曝光补偿 刚才没说 其实也一样 也是按这个方向键右这个按键 然后进行一个曝光补偿的加减 左右 一个选择 好 我们最后来说一下它这个连接模式 这个就是一个无线银闪的这么一个模式 我们按一下左键之后 它会出现这个Wareless Off 也就是说现在是无线模式关闭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基顶模式 那我们可以选择两个模式 一个叫Receiver 一个叫什么In...Receiver 然后这两个模式我也是研究了半天 这个跟灯一块来 这本说明书呢比较搞笑啊 我们来说一下 它这个讲这个无线模式的时候呢 因为别看这个小小一本这么厚啊 它里边包括了这个一二三三国语言啊 三国语言 然后呢一共其实是六十页 但是呢它分了三国语言 也就每一国呢就分了这个二十页 那么二十页在它这个第十九页的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 大家看啊 我跟你说我这个东西我也就是很蛋疼啊 我们在看它这个索引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这个无线拍摄是在第十九页啊 当我们翻到第十九页以后呢 会看见无线闪光灯摄影这一块写的是什么呢 闪光灯470EX AI在光线传输上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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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关光线传输及无线闪光摄影呢 请参阅470EX AI使用说明书第二页 好我们再翻到第二页 好回到第二页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么这么一行字啊 比较蛋疼就是有关本资料中 未介绍的功能 请或其他详情 请到佳能网站下载并阅读 470EX AI使用说明书PDF文件 好于是乎我们就到佳能官网去下了这么一个说明书 看了一下哈 那个说明书好像就不是二十也是一百多页 然后终于终于把这个这个档位看明白了啊 然后对于我这种啊 摄像器材专业摄像器材爱好者也没玩明白这么一个功能 那我看明白了 看明白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两个区别 那左边这个receiver呢 就是一个接收模式 那么这个接收模式我们按进来之后 它是在一个啊 A组频道1的一个ETL状态 那么我们用一只600EXRT作为主控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空着我们这个分组啊 像这样我们在主控模式 注意大家看右上角 这是光脉冲的主控模式 而不是2.4G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调整所有组的模式啊 大家看 所有组现在是OTTL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 这边调整所有分组的一个闪光灯曝光补偿 比如说这样我们加一档 好 然后我们再出发一下 它这边也会自动的跟着加一档啊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如果我这边把这个模式改成一个M 大家注意变成M了啊 然后大家看这个屏幕啊 我们返回 看这个屏幕啊 我拍摄的时候它也跟着变成M了 我这边设定A组是六十四分之一 那么这边A组也变成六十四分之一了 是没有问题的 OK 那么这就是第一个这个Receiver的一个使用模式啊 然后第二个这个就是说 搞了半天才搞明白的这么一个模式啊 你摁进来之后 它会直接这个灯是一个M档的一个状态 那么它是在频道1 而没有分组显示 也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分组啊 在刚才那个模式下 只可以分ABC3组 也就是说你在做第四个灯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用 它是频道1里的第四组 也就是说D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手动去拿这个灯设置一个功率 而不能从主控灯上来控制它 因为主控灯在这个脉冲模式下 只能控制ABC3组 因为佳能只有三组 我们看一下这边你就知道了啊 嗯 我想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Retual 佳能这个主控模式 脉冲主控模式 只有ABC3组 它的2.4G无线电的模式是有五组啊 那么这样的话等于它是第四组 或者你可以说第五组第六组都可以 但是你那几组的灯 只能通过手动控制功率 比如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啊 进入这个闪光灯彩灯 A下赛的键就可以啊 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这个功率大小 比如说我们这个放在三十二分之一啊 好 返回 然后这样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基顶主控灯 这个主控灯 控制其他三组灯 那么这个灯可以跟着一起闪光 大家看 它就跟着一起闪了 没有问题 好 这就是两组这个 呃 从属模式的一个一个说明 然后它是没有主控模式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灯想玩离金银闪 用原厂的离金银闪的话 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它的600ESRT 或者说你选择的580这种闪光灯式银闪 当然你还有一个更老的 就像说明书上提过的一个佳能叫SET2STE2 那个东西我觉得应该已经停产了吧 不知道为什么在说明书上还写了一个另购啊 可能还没停产 或者仓库里还有 那么中间这个按键呢 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选择调整的一个方法 我们按一下之后呢 它会在当前这个屏幕上 变成一个类似相机上的一个Q-Menu的一个模式 然后我们通过左右键 可以选择每一个分区块的一个模式 比如说大家看啊 现在是一个交 这到我们焦距这一块了 我们再按一下进去 就可以改变灯头的焦距对吧 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主层模式 这个层层模式 可以在这里选择它的层层模式 或者关闭层层模式 然后比如说到这里 我们可以选择它这个后连同步啊 前连同步以及高次同步这几个状态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又可以选择它的曝光补偿 这个菜单 其实我觉得这个灯最大的亮点 一个是它这个自动的这个跳闪的 灯头的一个变化 另外呢就是这个菜单 整体这个UI菜单调节方式 发生了几个巨大的变化 从前还是需要这种 按两下这个 然后按下这个 再一下确定 然后现在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波轮和一个按键 调整所有的东西啊 好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它的自定义菜单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自定义菜单 就是我刚才我跳过这个 subminding这个键 我们按一下这个subminding之后 我们会看到六个选项 这六个选项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 其实后三个很简单啊 前三个我们来说一下 其实后四个都很简单 只有前两个嘛 好我们先看这个c.fn c.fn呢是它这个各种自定义功能 那么第一个呢c.fn00啊 就是这个距离尺一个显示功能 那么它是选 你是选择这个米啊 还是选择这个啊 英尺吧应该是 对吧我看 对fit 英尺 就是米和英尺一个两个单位的一个选择 那这个cnf01呢就是一个自动关闭电源的开关 也就是说你打开之后 它可能到一定时间之后 你可以把它就登 你可以自动关闭 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造型光的一个出发方式 是通过那个景深预览按键啊 还是通过这个相机快门旁边那个小小按钮啊 可以进行一个设置 028呢是这个08了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345啊 直接跳08了 那么08呢 这是个自动辅助对焦的一个设置 然后接收器 10是接收器的自动关闭电源计时器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60分钟以后 如果我们在一个接收模式下 60分钟不管它 它就自动关闭了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接收器自动关闭一个取消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可能已经自动关闭了 就是休眠嘛 休眠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主功能按一下 它可以把它这个激活啊 这都没什么实际用啊 没什么实际作用 然后再下一个呢 这个是一个闪光曝光补偿的一个设置 我们进行看一下啊 它是这个通过这个按键加波轮设置 还是直接通过这个波轮设置啊 这两种操作模式啊 有兴趣可以自己试一下 然后呢 再下一个这叫光线分布啊 也就是说是这个打出去的散光型啊 还是居中的直给啊 还是一个广角模式啊 好 还有一个这是液晶屏的一个照明时间 就是咱们这个背屏上面有个LED灯嘛 如果我不管它 正常现在设的是12秒 12秒以后呢 它就会熄灭 大家看啊 现在差不多了 3 2 1 灭吗 一刻太肘了 好 那最后一个呢 是接收器闪光灯回电检查 好 我们看完了这个第一个菜单 C.Fn 那么这个右边这个很简单了 C.Fn Clear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改了什么设置 觉得操作不适应了 或者不对了 我们可以选一下这个C.Fn Clear 把这个所有设置恢复出场 也就是C.Fn的一个出场恢复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下一个第三个 这叫P.Fn 这叫个性化功能列表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 第一个 这个就是液晶屏的显示反差 就是调整这个屏幕啊 这个黑白对比 这个第二呢 就是它这个液晶背屏的一个 背光灯的一个颜色啊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 现在因为刚才我调的这个灯啊 在一个接收模式 它就变 已经变色了其实 我们把它恢复到正常模式 大家看一下 它会变成绿色 看见 它会变成一个绿色 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菜单 它只是调整那么正常模式 现在正常模式是绿色 我们调到这个从属模式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黄色啊 如果我们把这个 其实我们一看 也可以让它正常模式也是这个 不是黄色是 orange 它写的是橙色啊 也可以让它变成橙色 也就是说 你看正常模式也是橙色 然后我们调到从属模式呢 变绿吗也不变绿 它也是橙色 但是这样其实反倒不好区分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默认状态 还是还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把它调回绿色 也就是说正常模式我就要绿色 我们回到正常模式 把这个无线关掉 变成绿色 我们再说下一个 第三个是叶晶屏这个照明颜色 也就是说在接收模式下 刚才咱们说正常模式下嘛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两个设置 把这两个颜色对调 然后不调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普通模式是绿的 然后进入从属模式是橙色 然后我们调的时候 可以让这两个颠倒 我觉得这是个很弹腾的一个设定 可能有强迫症吧 可能有强迫症 非得我正常要橙色 然后从属模式要绿色 那就改一下呗 好 然后下一个04 04 这是一个辅助对焦的一个发光方式 是用这个灯头的一个频闪 闪光进行辅助对焦 还是用咱们下面这个 就是现在这个 这里有一个辅助对焦灯 红色这个辅助对焦灯 进行这个辅助对焦 这是两个模式 好 然后再下一个这是快速闪光 这个打开就可以了 没什么好说的 好 拨盘设置变化 这个我觉得on off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试一下 我是属于没兴趣的 不想改这些烂级包的东西 默认的我觉得最好 因为用挂了默认的 比如说偶尔的用一下别人的东西 大家都是默认的 这没什么好说的 当然如果你想与众不同 对吧 是想让别人用不了你的东西 那你就改了呗 好 然后再下一个这叫最大反射角度 我们可以选择120度 140度和90度 这个自行选择 默认是120度 第八号功能呢 就是我刚才在演示的时候 咱们有看到 我把闪光灯设定一个角度 或者我们选择这个AIB-F 就是全自动模式之后 它对物理进行按一下这个AIB按键 它对物理进行一个测量之后 它会把灯头立起来 那么当我们改变相机角度 比如说端拍 横拍变端拍的时候 我们两次轻按快门 它这个角度会进行一下自动调整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一次轻按快门调整 或者甚至我们选成一个自动模式 那其实它就像开启了自动陀螺仪一样 也就是说当我这个相机是这样的话 它是朝上 那么当我把相机转成这样 竖拍的时候 它这灯头会自动的转上来 也就不需要我们进行任何操作 它会根据我们这个相机旋转的方向 来改变灯头角度 当然这样也会比较费电 因为你拿在手里可能相机一直在摆动 那么这个灯头也是一直在动 也是一直在动 那么最后一项呢 就要手动反射设置 这也没什么大用 最有用的其实就是道路第二 第八项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全自动 这样就比较帅气了 好 我们返回 然后这个PFN Clear 跟刚才的这个CFN Clear一样 就是把我们刚才这个个性化设定里边的东西 全都清零 回到一个初始状态的一个作用 这么一个作用 好 然后一个Set Clear 就是所有当前这个灯的设置全都清零 这是三个清零状态嘛 一个小清 两个小清 第三个大清 最后一个版本号 就是当前这支灯的一个固件的一个版本号 这个现在是1.0.1 这么一个版本 好 关于这个灯的菜单 咱们也都说完了 那么这支佳能470EX的简单使用说明呢 那边就说完这里